中国环球电视网17号播出了一段一分25秒长的电视画面 展示中国军队最近在海拔5100米的西藏高原进行军演 演习包括了重炮实弹射击 这名中国官方网络电视台说 演习还包括了测试一些新装备 另一家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说 参演的是西藏军区的两个山地旅 他们长期部署在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地区执行边防战斗任务 中国军队在西藏海拔地区的这次实弹军演引起了印度媒体关注 印亚通讯社说 中国军演这次演习历史11小时 科目包括部队快速投送 多兵种协调联合攻击 根据中共军报报道 由于军队在西藏军区举行山地进攻演习 通过机动演练向昆仑山南路运送万吨集养物资 所以有画面就拍摄到了解放军大量军车排成长龙在高原公路上等待 报道描述 四川和西藏的数座医院仓库参与了演习 上万吨后勤集养物资已经完成装载 通过铁路公路运向昆仑山 中国和印度在西津段洞朗地区的边境对峙已经长达越雨 情势紧张 巴基斯坦媒体似乎想火上加油 竟在17号报道中国跨越边界 向印度发射火箭炮 酿成印军158人死亡 甚至还有现场转播 标题及内容都十分耸动 但事后却交印度外交部严正宏认了这起冲突 新闻照片也被网友发现是旧的 不少网友也踏发这家媒体 是否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也有边境冲突的情况下 别有居心 NDP7综合报道